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胜情欲的三种策略 策略一 逃跑 是的 逃 逃 逃 一次又一次 逃跑 逃离 逃得远远的 原文翻译过来 英语非的意思就是快快地逃跑 逃离危险或邪恶 没有思考的空间 上帝的话只是我们逃避情欲 就是快快逃跑 避开它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圣经没有告诉你逃避魔鬼 但它告诉你要逃避情欲 这应该给了你一些对于情欲的警觉 情欲的诱惑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情欲会毁了你 情欲会毁了你的家 破坏你的健康 带走你的钱 夺走你的快乐 情欲会在你和上帝之间筑起一道墙 情欲会把你扔进一个 比你想象的更深的深渊里 对于情欲放任不管 会让你有一天回顾自己 发现你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会走到这地步的处境 我说这一切 因为我亲眼看到有些人 因为情欲做出的一个决定 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想一想 试想一下 为什么圣经会告诉你 要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圣经没有告诉 我们要与情欲争战 而是指示我们要逃避情欲 如果圣经命令我们逃避某件事 那我们就不能轻忽 因为这意味着这是你逃离 即避免成为某个人的受害者的 最安全逃生路线 当你在逃避某些事时 有的人会假设或嘲笑你是个懦夫 不 这是不正确的 有些时候逃避是最明智的做法 中文有一句话 三十六级走为上策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会以艰难痛苦的方式 吸取教训 人们从情欲中学到的教训 是严厉的 残酷的 圣经告诉你和我 逃避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 当你面对情欲的试探 逃避是一种智慧的行为 逃离是最快 最安全 最明智的逃避情欲的方式 不要调情 不要停留说 看看情况如何再打算 快跑 不要犹豫 不要思考该怎么做 快跑吧 别管了 即使你被认为是失礼的 粗鲁的 管他的 快跑 不要回复那帅哥的信息 快跑吧 不要回复那美女的信息 快跑吧 逃避吧 圣经说 我们应该逃避情欲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 不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计算 要做什么 如果你面对情欲的试探 并想用你个人的认知能力 或力量来克服它 你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团糟 情欲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当你想到性爱时 你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此 面对情欲 你能做的只是逃跑 让自己远离这种情况 不要和那个男人单独在一起 不要和那个女人单独在一起 因此 最快的方法就是逃避 此外 情欲跑的速度 和你的腿一样快 你不能同时追求公义和情欲 你只能跟随一个 并逃离另一个 这两样是不能共存的 你有想过 上帝为什么命令我们逃避 逃跑 而不是走开 不是慢慢转身离去吗 因为面对情欲的问题 如果用走的 就太迟钝 而逃不掉了 特别是在性的诱惑前面 因为情欲的抓力 是非常强大的 情欲攻击的是你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 你必须明白你 正在与它作战 在战场上 是不能够犹豫 或行动迟缓的 否则 你将失去生命 你必须明白 任何俘获你心的事物 都将轻而易举地 征服你生活中的 其他方面 所以 如果你要克服情欲 你的灵 就必须非常敏感 一旦注意到 在你心中代表情欲的 红灯亮了 不要等待任何其他信号 在你想要采取 什么行动之前 逃避就是一种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 逃避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力量的表现 尤其是面对性诱惑的时候 让我们看看 圣经创世纪里 约瑟的故事 创世纪39章7到12节 这是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 以慕送情给约瑟 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 看哪 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 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呢 后来 他天天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处 有一天 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 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 跑到外边去了 我们看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约瑟将他的衣服 留在那个妇人手中 他逃跑了 他逃命了 除非你学会了逃跑的策略 否则 你永远无法逃脱 或摆脱迷失在情欲中 圣经告诉我们 要与魔鬼角力 他会逃离我们 但同样的圣经 告诉我们 要逃离情欲 这不是很有趣吗 你不能与情欲搏斗 因为他会打败你 我们要与魔鬼征战 但我们要逃避情欲 你知道最好的逃跑机会 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在情欲敲门的时候 许多信徒所犯的错误是他们不明白 祈祷做不到逃跑能做的事情 诱惑当前 逃跑的效果更大 上帝并没有说我们在面对情欲时应该祈祷 他命令我们逃跑 就是这样 如果约瑟被关着的时候还在祈祷 那故事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 但是约瑟跑了 策略二 不要相信你自己或你的自制力 真言三章五至七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圣经说要信靠主 信靠主就是顺服他的话 我们的肉体太软弱 无法让我们信任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肉体 他最终会让你失望 问问自己 从过去到现在 你的自制力有多少次让你失败了呢 所以我说不要相信自己 不要相信你说不的能力 最好的就是让自己远离这种情况 我们不要相信自己 有能力经受住某些考验 诚然 自制力在处理某些感情上 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想战胜 与情欲的斗争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任 建立在我们自己 或我们的自制力上 很多认为他们的自制力 可以防止他们跌倒的人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并沦为情欲的受害者 他们就是因为相信自己的自制力 所以没有逃避 正如经文所指示的那样 圣经告诫我们要全心性靠主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他告诫我们 不要自以为聪明 我们不可能比命令 我们逃跑的上帝更聪明 如果有其他方法 可以更好的 让我们摆脱欲望的控制 上帝不会向我们隐藏 而叫我们要逃避 因为他不希望 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把这个记在心里 你对情欲没有免疫力 情欲不需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让你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可能已经克服了三十年的情欲 这三十年里一切风平浪静 但情欲是有耐心的 它会等待 一直等到一切都铺陈得很完美 然后让你跌倒 我们不是看到一些二十年 三十年的婚姻毁于一旦吗 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了 这就是情欲的威力 所以那些认为自己站立得稳的 如果不听从上帝的指示 也会跌倒 这段经文在第十三节补充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使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每一次的试探 上帝总会开出一条逃避的方法 而逃避情欲的方法 就是逃跑 避开它 因此 你不能相信 你自己或你的自制力 圣经撒摩尔记上 二章九节说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策略三 营造圣洁的环境 不要看会滋生情欲的东西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不要看色情片 不要看邪恶的电影 不要看不圣洁的社交媒体资料 我们必须营造一个圣洁的环境 使情欲无法在心中茁壮成长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 就很难避免一些不善的东西 占据我们的心 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眼睛 和耳朵所接收的东西 因为眼睛和耳朵 是通向我们心灵的两扇门 所以不要看那些 会让你的心滋生欲望的东西 否则你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如果你无法保守你的心 你就无法自律你的肉体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所以我们必须尽心尽力 保守我们的心 腓利比书四章八节说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想想这些事情 保罗教导腓利比基督徒 如何营造圣洁的环境 以帮助他们的基督徒生活成长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在教会里的时候 你的思想通常是纯洁的 这是因为这是为圣灵预备的属灵环境 你也可以在生活中和手机中营造这样的氛围 让我给你一些关于如何将以上的经文 应用到你生活中的提示 第一 培养在家中或办公室 播放振奋人心的敬拜歌曲的习惯 第二 任何时候 一旦有好色的念头进入你的心 立刻开始向主歌唱 如果你这么做 就没有邪恶念头 可以滋生在你心里头 绝对不要看裸照或色情内容 它们会腐蚀你的心 并激起你的欲望 另外 我建议你与属灵的人同行 你交的朋友 决定你的属灵生活有多健康 如果你有属灵的朋友 你就会听到属灵启迪的声音 但如果你的朋友走遍了路 你的耳门就会接收到不好的乌言慧语 这会腐蚀你的心 上帝已经为你的胜利做好准备 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 如果你应用这些策略 你就可以战胜情欲 上帝保佑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